好 花莲县政府为了加强民众对食农教育的关注 将在10月的24号到27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1栋与户外的F区 举办2024年花莲食农的博览会 2024花莲县食农博览会 即将在10月24号到27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1栋户外F区举办 而这次博览会规划了40个摊位 展示花莲政府在食农推广主要成就 邀请了新年外食与教育相关组织以及在地小农共同来参与 孩子知道原生种是什么 它是一个最坚强的 所以现在很多的像油肝或者是很多的小麦 这些都是透过 因为这些都被强势的物种给取代 但是我们要回到保种这一块 所以这也是我们明年希望来做这个部分 那我想功课还很多 但是关联县政府在这几年 其实我们不断地去做这个打底的工作 明年再做一个整个盘点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认识 我想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可能知道说它以前的糯米的这个民种是什么 现在被改良的是什么 那以前的Banai 现在的Banai 139是什么 那以前的是什么民种 新年许正位诚挤邀请全台民众 在2024年10月10号到17号 清零博览会现场一同探导 永续愉悦以及食欲教育的未来发展 每天也会安排精彩的花龄在地表演 以及专位食农教育设计的舞台 让民众目前能够感受到在地文化的魅力 还能够深入了解食农教育的重要性 记得终于花车朗